大家好,我是小娜 我听说我们村有一家安了空气能 咱们也去看看这个新鲜的东西吧 爷爷,你安的是空气能是吗? 对 你这么大年龄了,还能接受老师这个东西 新生事物好 你给我讲讲这个空气能 它到底是干啥的,我还没了解过 空气能它是夏天至冷,冬天至热 相当于咱们的空调 对 冬天不用暖气,夏天不用空调 它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原理 它就是利用主机把水烧热了以后 它就循环到铜管里边 它把热气给散发出来 凉气给吸收走 夏天吧,它就把热气吸收走了 凉气散发了 用电吗? 用不 不要是用电 我还想是空气能空气能 我还以为不用电呢 用空气呢 哦 本天也用电 它是费电吗 两不太费电 就是在一个月,比如烧空调,得300块钱 如果用空气能呢? 夏天都一样,差不多 夏天也是300块钱 意思是冬天能省煤? 冬天比煤也不少 它比水烧电能要少得多 比煤还要少得多 比煤还要用这个 这个不污染 不污染 对,也方便 对 它主要是高科技的东西 环保 按这个科技多少钱? 这个大概就是3万多块钱 便宜了 那城门会挺高的 那比空调耐用 那这是新商事物 只是比空调的功能多吧 空调它只,比如说制冷 只热没有这个效果 因为它这个是 好像那个多房间都有些同等的效率 比如说一个房间热了 它就自动停了 要如果开两个房间热了 它也自动停了 对 那个,我看那个就是什么 那是个厨房口 对,那个是个厨房 这个就和开中央空调都差不多 空气能,久底说它这个意思就是 比如说就是这几间房子 你要按空调的话,第一间一个 它这空气能就是一个 就把这全部的房子都带起来了 是吗 对对对 那个呢就是这个空气能的室外机了 我感觉它总的来说它比空调好的 就是一个室外机就能带动家里好几个房间 然后不用加佛,它是烧水 在这个环保这方面嘛,它是特别好的 它这个房间呢,总共是6个厨房口 带一个室外机下来花了是3万多块钱 大家觉得按这个空气能划算 还是按空调划算呢 我是小娜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